很多媒体已经拿到Mate 70 Pro和Mate 70 Pro家 他们搭载了全新的麒麟9020处理器 且给出的测评 我们这边做了个汇总 不妨跟着我们一起看看新处理器表现如何吧 相关报道称 作为鸿蒙NEXT时代的首款旗舰手机 系列的推出并没有急于升级到最新的系统 目前出厂预制的系统依然是鸿蒙4.3 麒麟9020最大的亮点之一是引入了全新的字眼小盒 这标志着华为终于完全摆脱了ARM的公版IP设计 麒麟9020实现了超大盒 大盒和小盒三种字眼CPU内盒的集成 尤其是小盒的改进值得关注 以往的ARM A5XX小盒一直采用顺序执行方式 这种设计效率较低 尤其是在并行计算时会浪费很多资源 而麒麟9020的全新小盒采用了乱序执行 这使得它的性能大幅提升 能充分利用处理器中的执行单元提高了效率 根据Spec 2017的测试 相关报道称 这颗新小盒的性能比上一代A510整属提升了38%和浮点47% 相比之下麒麟9020的超大盒和大盒在架构上的变化不大 但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了优化 特别是在仿存性能和频率方面 超大盒的频率提升至2.5GHz 性能相比上一代提高了两位数 功耗控制也有了一定的改进 大盒则在调度器深度和缓存管理上做了优化 从而提升了性能和能效 此外麒麟9020还对L3缓存进行了扩展 从8MB增至10MB SLC缓存 也从4MB增加至8MB 这为提高数据访问速度提供了支持 相关报道称 通过Geekbench 6测试 麒麟9020在单核性能上提升了11% 而多核性能也有了显著的进步 尽管与某些其他旗舰平台仍存在差距 麒麟9020在性能上依然有着不小的突破 尤其是在能效方面超越了上一代的麒麟9000s 并接近高通的骁龙8家 在GPU方面 麒麟9020的马良920GPU相较于9010的马良910有了显著的提升 性能提升了超过25% 通过GFXBench和3DMark测试 相关报道称 麒麟9020的GPU表现提升了不少 尤其是在Valconnet的支持上也有进步 这使得麒麟9020在图形处理方面的表现 接近高通的骁龙8家 但仍存在一定差距 麒麟9020还配备了新的达芬奇5.0 NPU和麒麟ISP8.0 这些核心硬件的升级 使得它不仅在计算能力上有所提升 拍照视频处理等领域也得到了增强 结合全新的Modem 麒麟9020可以提供更好的网络性能 和数据传输速度 尽管麒麟9020在硬件层面的改进明显 但更为令人惊讶的是 其在能效上的表现 相关报道称 测试显示 Mate 70 Pro加在5700mAh的电池 和相对较高的芯片功耗下 依然能实现接近12小时的超长续航表现 超过了Pura 70 Ultra 这一表现甚至接近一些大电池的手机 展示了华为在软硬件连条方面的强大能力 在游戏性能方面 尽管华为的旗舰手机在过去 常常被认为是游戏性能的软肋 但Mate 70 Pro加带来了令人惊喜的表现 在原神等高负载游戏中 Mate 70 Pro加的帧率表现远超前几代产品 甚至在长时间高负载下 温控和频率调整策略也得到了优化 总的来说 麒麟9020座位华为自研的最新一代处理器 带来了显著的性能提升 无论是在CPU GPU还是在NPU和ISP等核心硬件上都有明显的改进 尽管与一些竞争对手相比仍有差距 但在整体能效 续航和实际体验上 麒麟9020展现了华为强大的软硬件调校能力 Mate 70 Pro加不仅在性能上实现了突破 还在实际使用中的续航表现和游戏性能上给用户带来了更好的体验 这款手机的推出标志着华为在智能手机平台上的持续创新 也为接下来的鸿蒙NEX系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知道新处理器的性能提升是否符合你的期待呢 不妨把你的独特见解分享到评论区与大家一起探讨 好了 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点个赞 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内容的更新 也欢迎关注我们 这里是私赞 分享数码前沿信息 偶尔写写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